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纽西兰维安 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这些是我上次去大台北联合花市 买回来的多肉植物 那其中有三款是我在纽西兰没有的 那今天呢 我要一一介绍给大家 我到底买了哪些多肉植物 超经济又实惠又好看 好那我们现在先介绍第一款多肉 这一颗就是叫做茶粒 也叫做葡萄吹雪 可能葡萄吹雪 大家比较知道它的名字 然而夏天的时候呢 它会生长比较快 那冬天的时候休眠的状态时呢 它就会上面有白色的毛毛 然后就会分布在我们的叶子上面 会比较明显 那由于我觉得台 台湾的很多房子的光线都比较不足 所以呢 多肉植物都会往上生长 就去找光源 那我觉得这个葡萄吹雪也是 这边已经待了两周 确实是有长高 但是我觉得还算蛮可爱的 这个就是葡萄吹雪 接着这个叫做巧克力脆片 也叫做扇雀 很可爱 真的很像巧克力脆片 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因为上面分布了点点的咖啡状 所以叫做巧克力脆片 接下来这颗就叫做河豚 河豚也是长得很可爱 重点它上面有开白色的小花 然后它又容易群伸 非常好照顾的 河豚是白牡丹 它就是可爱的米老鼠 就叫做白乌帽子 这就是 这里曾经我介绍过 非常非常可爱 好非常非常疗愈 接下来这叫做烟枝云 那它也是宜心朝景 然后在阳光比较强的时候呢 它就会呈现更多的粉红色状态在周围 好 那这个当然 我觉得 胭脂云是可以 特别用花盆 哪怕种的 很满很满 非常非常的粉嫩 可爱 就是 它叫做 雞兔儿 也有人叫黑兔儿 非常非常的萌 上面都是 长满了毛屑 兔子家族其中的一款 好 那今天这就是 七种我在大连和花市 所买的多肉植物 然后我现在要把它拼盘组合哦 好 那我们看我们待会儿 要怎么样来种 我们的拼盘组合 我准备了一个 紫色的花盆 这是都在台湾买的 好 那我也准备了 多肉土 就是在台湾买的多肉土 真的是台湾真的超级方便 什么东西都有 应有尽有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把我们花盆放上土 那由于多肉呢 基本上不需要那么深的花盆 所以呢 我里面会放一颗石头在里面 好 接着放上我们的多肉土 放上去 那我现在多肉土八分满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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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开始浇水 干透浇透 接着我们两个礼拜再给水就可以 然后呢摆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多肉就是这么的可爱 让人真的是爱不释手 真的 下次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变成什么样子 好没有关系 反正喜欢多肉到哪里 我们都可以种 多肉就是这么的可爱 好 那我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并分享 不要忘记哦 那或许下次纽西兰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